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觉得对感情上的这事我还是挺负责 真没有太越雷池 只是往前卖了这么一小步 叹了一下 撕回来了 这脚还没落地呢 还是一个好同志 就还行 只能说还操我 像人家跟你谈了这么多年了 十年之后 然后结婚了 你想啊 这十年 人家这个年龄人也不可能老这么等你了 那也不会再出差了 再者说了 这么大岁数也应该要个孩子了 据听说你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人家不着急吗 其实我觉得他再怎么着急 也招不过我父母 我父母是最着急 但是呢 其实做我们这孩子吧 可能人说啊 那你说人家怎么都有孩子 怎么就你了 其实我觉得这事吧 可能是两说着 在你还没有想好之前 我就觉得 先不要要孩子 我觉得是在我想好了以后 那可能 那当然可能岁数也不大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不会去后悔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 你有了孩子 你对孩子不呵护好了 我觉得但是我做父亲没有尽到我 应该做的这种责任 我不会干 我宁可没有 但是我也不会去做 是这样 我有的时候是一个挺责任心 又挺掉枝的一个人 夫人同意你的观点吗 以前不同意 后来在我的说服之下 后来是同意了 母亲父母也是这样 在我的说服之下同意 看来你是你们家的大男人 大男人看不上 但是我都听你的 不是听我的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 因为这个谁都不能够代表我 谁都也不能够说 说我说的 你能替我活吗 我必须我得自己活呀 家里你是掌柜的吗 不长 不长啊 不长 是属于是贵上的 不长不长 家务事你是不管的 家务事对 因为管不了啊 家务事你怎么管 你说 家里边过去 在我们的这个盐里边 就像招待所 因为我在家里边住的时间 还没有招待所 住的时间长呢 住一住就走 因为你说你回来以后 可能一个月 那万一你能住两个月 住三个月呢 你这个说的 那下面有饭堂 这个房间有的人打扫卫生 对吧 还有这个给你叠被子的 你这边一醒了以后 洗把脸就去现场拍戏去了 夫人从事什么工作呀 他也是 是我们这行 但不是演员 是搞制作的 其实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朋友特别多的人 你刚才讲了 你说你回来 大多数时间都是给朋友了 很少在家里待的 那夫人理解吗 说你好 我朋友回来了 其实 其实过去不理解 过去为什么不理解呢 就是 特别是在这个 五六年前吧 五六年前特别不理解 因为为什么呢 都是希望